字幕提供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集的 《獨默熱門榜》 這本是熱門話題 我是你長輩 我是沃浮 老師 前陣子那個內腿上面很紅的三體 你有看嗎 有 那好看嗎 這個得看你對好看的定義是什麼 大致說來我不討厭 而且有些部分還蠻喜歡的 改變的方式也不錯 不但加入了新的角色設定 而且把原來的小說情節 整個拆開重組 整個故事的發展應該會和小說一樣 不過敘事方式完全不同 只是話說回來我也不算太喜歡 因為有些設計師很難說服我 等等老師 你怎麼講的一大串 還是沒回答到我問題啊 那小說呢 小說好看嗎 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不過我不能認同其同的某些概念 老師 你就不能直接說喜歡或不喜歡嗎 像我就很坦率啊 那你去不喜歡 我就沒看啊 那所以這個故事在講什麼啊 我看書名根本看不出來 不過聽說它賣超好 三體的故事一開始有兩條線 其中一條是世界各地的物理學家相繼自殺 經過調查這個事件可能跟那個叫三體的電腦遊戲有關 另外一條線則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 官方執行的秘密的計畫 這個計畫連結了地球人 以及被稱為三體人的外星人 當一個社會面對毀滅的時候 我們應該採取哪種策略才能延續我們的文明 三體的故事看起來是人類跟外星人的對抗 但事實上是關於人類群體生活方式的思考 嗯 老師 我覺得你不直接說喜不喜歡 一定是因為你是寫小說的人 這有什麼關聯 你看 像三體 他明明就沒有要講外星人的故事 可是他卻寫了一個跟外星人有關的故事 然後還寫了厚厚三大本 這種不直接講清楚明白的鏡頭跟你一模一樣 這麼說是有點道理 有些時候想要討論的主題 有很多不同的切入角度可以觀察 沒有絕對的好壞對錯 我們會需要很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生 來呈現這個主題的不同面向 那時候就會寫成小說 不過話說回來有些作家寫小說的原因 跟剛說的這個沒有關係 而且寫的還不只厚厚的三大本 例如魔戒的作者拓爾金 哦 魔戒我知道 但有人說魔戒裡頭藏著作者的反戰思想 還有人說 有些情節反映了拓爾金的真實人生 這是真的嗎 這兩件事都不算有錯 不過作品的意涵其實是讀者的解讀 不見得是作者本來就有的 而且寫的好的作品 常常都能夠容納多種不同的解讀 拓爾金沒有說過 魔戒跟世界大戰有關 不過讀者從這個角度解讀 的確講得通 另外 絕大多數的作品都會反映一些創作者的特質 拓爾金參加過一次世界大戰 我們的確能在魔戒裡面 讀到一些從戰場經濟轉化而成的情節 但你剛說他不是為了這些事情而寫魔戒的 對 魔戒的故事情節並不是太複雜 之所以會寫成厚厚的三大本 在於拓爾金相當仔細地描寫了中土世界的種種細節 從歷史演變到地理環境 從種族的源流到語言和文字系統 有人說讀魔戒要先撐過前面100頁 因為那100頁都在講哈比仁的歷史 根本就沒有故事 是因為那是古時候的小說嗎 所以寫法和現在的不一樣 欸 這個算古時候嗎 這麼說好了 雖然100頁是比較誇張的說法 但是魔戒一開始的確沒有什麼故事推進的情節 以稀小說而言這個做法蠻奇怪的 就算他是七八十年前的作品也一樣 因為拓爾金1973年過世 到今年2024就超過50年了 所以他的作品就進入了公版領域 台灣書士最近也出現了不同的藝本 其中就有一個譯者認為 拓爾金真正喜歡做了 是替整個中土世界做各種設定 小說只是附帶了產物 那老師 這麼多版本啊 你覺得哪一個譯本比較好 嗯 等等 你一定會教大家要自己去看過才知道吧 欸 在沒有錯譯的前提之下 的確要自己讀過才會知道 翻譯不太可能將一套文字系統 所傳達的東西 完整地用另一套來呈現 所以每個譯者會因為自己在意的重點不同 而採用不同的翻譯方法 但是譯者在意的重點 不見得是讀者在意的重點 所以大家還是多看看試月 選一個自己讀起來舒服的版本就是了 事實上也有人認為 三體當年會受到西方讀者的重視 就在於它的音譯者選擇了 適合西方價值觀的翻譯方式 唉 這種文字量大的作品 還是算了吧 真麻煩啊 我還是看漫畫就好了 這回的熱門榜到真的有一整個系列的 《鑰匙少女的讀語》 這系列本來是新小說 後來改變成漫畫 現在Netflix有的動畫 明年應該還有第二季 《鑰匙少女的讀語》有些褪力色彩 角色之間的鬥嘴輕鬆有趣 加上有些藥理的知識 還有宮廷之間的人際鬥爭 常常受到歡迎 電子書在讀者喬晚已久之後 終於上架 一上架就衝進廠銷榜了 呦呼 有漫畫也有動畫 好 我決定我這個月就要來看這個少女啦 欸 等等 我覺得這回熱門榜裡還有一本你會喜歡的書 喔 什麼書 《血肉果汁雞》這個樂團有一首歌叫虎爺 一開始的歌詞是 台灣的宮廟很醜味 陶卡在帶的是我們人甘的行李 觸電給我辦心名 七龍白號他們也都有一尾 好 嗯 所以這是一本講虎爺的書 書裡面沒有虎爺 那這跟你剛剛說的有什麼關係 主要是歌詞裡面講到的人甘的行李 跟滿心名 這本書叫《眾神之道》 收錄六個短篇 每篇都跟一個台灣民俗信仰裡的神名有關 台灣著名的大廟不少 而且在一般的街區巷道裡 就能看到很多某某公之類的小廟 裡裡之間有什麼信仰方面的需求 可能會先找這些小廟商量 這麼多的廟裡這麼多的神 反映的其實都是人的需求 所以《眾神之道》裡面六個關於神的故事 都是充滿人性的故事 喔 原來如此 聽起來蠻有趣的啦 但老師你怎麼會覺得我適合這本書 難道我不會比較適合 有少女這個字的書嗎 世界上那麼多少女 說你是少女 並沒有辦法凸顯你的特色 而李展伯的服務 就是面對各種大大小小的行託 解決大家的問題 當你讀到《眾神之道》裡面 那些溫暖又有趣的故事 一定會非常有共鳴 唉 老師你真是很不坦率耶 你想誇獎我都不好好誇獎 還要繞個圈講書 好啦好啦 我會讀這本 各位觀眾朋友 這次的熱門榜超精彩的 有厲害的影集原著 有好多版本可以選擇的經典 有全系列新上架大家敲碗已久的 動漫輕巧說 還有和我一樣溫暖的短篇集 大家趕快來看看書單 跟上這波的閱讀風潮吧 那麼除了買書看書之外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好 收工了 收工了 掰掰 拜拜